跟着姑姑走上台准备领奖 有点紧张的李玉佐还站错了位置 这个奖学金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有这笔奖学金 这条路可以都一直走下去 可以学习更好 希望让我家里比较没有那么 资金负担 父亲癌症开刀经济有困难 李玉佐差点不想要读书 直接工作 还好有了补贴继续学习 请颁奖 在高雄近四堂举办的 新亚奖学金颁奖典礼 393位的学子到场 在家长志工陪伴下 接受这一份属于他们的光荣 新亚奖学金的颁奖 其实是注重武艺平衡 一个人格的发展 其实对一个孩子是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颁奖 其实是可以鼓励 优秀的同学 以乐观兴起的态度 来圆他的梦 感谢我们持继经会 有这样的一个新亚奖学金 这样的一个制度 让孩子的努力 有被肯定的机会 肯定孩子的付出 新亚奖学金除了经济的补助 更希望让小树苗 萌芽茁壮时 获得充足的养分 为将来的人生做好万全准备 大家新闻 竹龙虾红树高雄报道